我们现在进入第3张钱币 然后21世纪的付款方法 然后我们有传统的付款方法 就是我们直接给钱哦 给钱给casual 然后casual就收钱这个这样出来 然后里面就有钱了这样 然后找钱给你哦 然后你去那种比较 先进的那个地区啊 KL啊 JB啊 他们里面的 在JESCO里面有自助结账 你自己把那些东西 去scan了 放出去旁边 然后过后自己再给钱 这样 然后这是自助结账咯 然后这个是那个pay wave OK我们 他每次在那个 casual那边都会问你 bin or pay wave OK 然后bin的话呢就是你给他那个 你的debit卡或者credit卡 然后 插进去里面 然后你再按你的密码 pay wave就是你dick一下 然后他就会自动给钱 然后我们还给online banking咯 在线支付咯 然后他还可以少你那个二维码来付款哦 OK 然后我们 少二维码来付款有很多啊 像那个 boosh啊 然后 wechat pay tash go啊 呃 还有那个 总是很多啦 嗯 这样 OK 所以科技 为我们带来的哪些改变 所以说甚至是在中国那边啊他的 手表或者 他的手表他的那个 呃 什么那个 手表那边是有 mfc 还是什么东西 他就可以直接他手表scan一下 就直接付账了 所以他出门的时候他 只要带手机 甚至是他带手表都能够给钱的那种 OK 好 这个就是21世纪的付款方式